小碎不踏起来 我就是传说中的提到五小王子 不管你的鼓点跳得多快 我都能完美配合 我就问你服不服啊 不管是单调的鼓点 还是劲爆的音乐 我们鹦鹉家族都信手拈来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看下来 喂喂 我还没进来 能不能换一首更嗨的 现在的人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特别是自拍 如果不能拍照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要怎么活下去 大哥 你这张照片的含义 就是人被手机捆绑住了 如果对你的照片不满意 还能修图 这位朋友跟我说 他健身十年 才能有如今的身材 恕我直言 你的修图技术不怎么样 快跑啊 后面的海啸都快来了 真羡慕那些夜洋天 在海边玩耍的人 今天开车的时候 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比兰花纸 你以为我想啊 方向盘的热度 能把我手烤熟 冷静点 我先开个空调寻命 为了安全 这条公路限速80吗 其实你就算不限速 我们也开不了那么快 生命很美好 我们不想失去 也只有错把油门当刹车的人 才能在这条路开到80吗 我开车的时候脾气很暴躁 所以请你们在我后面 不要乱滴滴 我发起脾气来 连我自己都害怕 那么请问 我有节奏的滴滴可以吗 我保证不乱 我家孩子很喜欢车 平时没事就在我的车身上画画 最可悲的是 我还要一直鼓励你 孩子 下次咱能不能在画本上画画呀 爸爸心疼 我一定要坐班里面最